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这里Soulston Bomping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35万美金区间的两层的一个房子 这个社区位于Soulston的Siena Plantation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离着中国城只有30分钟的左右的距离 然后区域中心也挺方便的 然后又是个新房的社区 最好的就是说这个价位却是特别诱人 它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样板间是2900多尺,将近3000尺的 可以做成五个卧室 这个还有放厅,还有这个活动室 就是说结构性非常的好 什么结构都能容纳在这里面 但它的报价只有35万美金左右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拍过的新房子当中 结构最好价位也是最低的一个 当然这个社区的整体环境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现在这个社区应该说近一两年开的都非常的棒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有对修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网络 差不多我们看到这个样板间35万左右就能盖起来 它的面积基本上快要到3000尺了 是在2900尺左右 一进门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是一个感觉就长走廊的感觉 所以一进门不是非常open 但是户型上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很工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门口的会客厅 当然了你想让它作为这个书房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往前走 这边这个地方是墙 想象一下这是墙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是一个卧室 这个地方可以做成一个dining room 或者是做成卧室 而这个样板间把它做成了一个卧室 我们再进去看一下 这边是 哦对 我刚才没有拍到的 我就觉得哪里不太对嘛 你看它这边是开了一个门 所以呢 根本 这边是有一个套间的 看 这是一个洗手间 这样子的 啊 稍微有点小 我都有点拍不过来了 那这个门就是开出来之后呢 就是外面的这个门了 这才对嘛 刚才就感觉有点不太对 好 我们现在再往前走 就到了漂亮的客厅 到客厅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它把洗衣房放在这了 一个中间的位置 哦 一个漂亮的客厅 哇 好美啊 是很有教堂风的那种感觉 这个客厅的设计 是挺大的亮点 因为我们本来也看过一个 也是类似这种设计的小户型 那个价位也基本上是在 35万左右 但是小户型 又位于不同的社区 所以价格就不太一样了 那这个的户型呢 是2900多尺 户型面积比较大一些 然后位于的社区也不太一样 所以说 它的这个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价位上是差不多的 看 客厅真的是最大的亮点 我们再从客厅这边 看一下 楼梯 就这样子的 好 现在我们去主卧看看 现在我们就到了主卧咯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没有浴缸 但是如果你想做浴缸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这个样板间 它被做成了一个大的淋浴间 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大淋浴间 一个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 这个房子由于它的整体面积不太到三千尺 两千九百多尺 而且它的这个功能线又比较全 因为囊括了五个卧室 所以说 一帽间像这种面积就稍微有点被舍弃了 一帽间并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就上二楼看看 二楼 还有三个卧室 我一上来之后呢 看我先上右手边 右手边这儿就是一个Gamroom 其实也算是 是一个放映厅mini room 没有窗户 像35万的五个卧室 还有放映厅 这种结构性真的是 很少见的 我们这边走呢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的旁边有两个卧室 它牺牲了 一帽间的类似这种面积 但是卧室的面积 却做得非常好 看两个卧室都很大 他们现在放的床 都是那种Queen的床 所以就能感觉到 两个卧室面积都很大 并且呢 这个卧室 打开门的这个衣帽间 都是有窗户的 我们会叫 有一帽间的房间为卧室 如果有的房间 它没有一帽间 那我们不把它叫做卧室 再往这边走 你看 这边还有一个卧室 它卧室的面积都非常好 很规整 这个卧室甚至能放大下 鞋子台 还有这个床 然后在旁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这是一个套间的卧室 像35万有5个卧室 还有套间的 不多 在这个第五个卧室的旁边 就是一个game room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什么都有 就是结构性真的是非常好 什么都有的这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了 如果您对修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房子所位于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社区 它离中国城的距离比较方便 三十几分钟就到了 因为它是紧挨着Shergland 也就是唐城这个华人区的 还有它如果离医学中心的距离的话 也差不多就是20至30分钟左右的距离 它离我们经常逛街的市中心 最大的商场Galaria 也就是半个小时的这个距离 先击过前一遍 再个小时的路庄 再累穿 10秒钟 是最大的 更是最大的 嗯 所以我长了 嗯 嗯